大家好,又是明夏波羅人的時間了 VGETA呈現的 很開心我們這次找到一個讀女佛的女生來接受訪問 她叫Joyce,Joyce先介紹一下你自己 我叫譚錦如,英文名是Joyce 我現在讀佛稅女書院,快升中三 按照我所知,其實我認識了Joyce幾年 其實是因為羽毛球 按照我所知,Joyce當初你在北區讀幼稚園和小學 我記得幼稚園是浸信會女理財 當初為何會選這間幼稚園? 你爸爸媽媽幫你選的? 都是爸爸媽媽幫我選的 大概是因為這間幼稚園後悲很好,而且老師都非常好人 是,雖然很久了,過了六七年時間了 你還記得這間幼稚園的點點盡力嗎? 我也很喜歡那裡的老師和校長 另外印象深刻的是,我們校長把每一個學生的名字都記住了 還有他也有提供很多課外活動給我們參加 例如,校園電視台或者古學班那些 從小學培養學生不同種,可以有興趣嗎? 我又剪這個校園電視台 是 然後到小學 小學,我記得你媽媽跟我說是聖公會榮真 是 但你媽媽跟我說當初是 其實你是派到第二次元那間 聖公會榮真是選了第一次元 是 結果你命運安排入下了你第二次元那間 那你怎樣可以入回這間第一次元呢? 我也是在購門進去的 是 即是可以,雖然派到你第二次元 但你也可以去購門進去第一次元那間 是 哦,OK 那這間學校,你覺得它有什麼值得你欣賞的地方? 哦 那裏的老師都是非常好人 而且我覺得那裏的功課量都算比較少 那就有更多空餘的時間 可以培養其他興趣 例如讀書、看書或者其他活動 嗯 按照我所知,你是個羽毛球高手 還在打青年軍 那你羽毛球的興趣呢 其實是由幾歲開始? 嗯 我小學二年班就參加了學校的羽毛球訓練班 那就剛剛開始學渣班那些 嗯,嗯,OK 我記得你媽媽跟我說過 就是說 其實你在小學那時有個啟蒙的老師 去帶領你去打羽毛球 哦,那是我小學一年班的班主任 那他就上到二年班那時候 他就建議我參加了學校的羽毛球隊 OK,那你從此任何上去這個運動 是 按照我所知,Joyce 你一路在這間學校的成績都明列前茅 OK 你介不介意告訴我 其實你在學校的考量是多少呢? 嗯,那我們學校就沒有一個總括的排名 不過分科來說,大概每一科都可以全級投入 哦,OK 那你讀書呢? 其實你是一路小時候都很喜歡讀書 只是忽然間有些什麼事 這樣啟發了你 哇,我一定要讀好些書啊 那我都沒有什麼特別事情 啟發到 不過就從小到大都比較喜歡讀書 而且覺得讀書 除了是一種異母之外 都是自己一個比較有興趣 可以在各種書裡面找到知識的 有什麼科目是你特別喜歡的?或者有興趣的? 在小學來說,我比較喜歡數學 數學,即是你喜歡思考,喜歡計算 我覺得都是很有趣 而且不用找那麼多書 但只要你明白理念 然後你就會做得不錯 哦,即是你教大家其實不用讀四書 是嗎? 是 說回語和球 你讀書這麼厲害,你打球也這麼厲害 其實你怎麼去分配那些時間? 那都主要是 打球那時候就專心打球 讀書那時候就專心讀書 不要一心兩用這樣 那就盡量可以是善用時間 那就可以在最短時間裡面做到最多的事情 哦,OK 所以一個說是對的 讀書時讀書 遊戲時遊戲 運動時都要運動 好了,到中學了 你是入了一間全香港很多家長 很多女生都會羨慕的學校 Number one的拔萃女書院 OK 當初這間學校其實是父母幫你選擇 其實只是給自己的意願 原來說我一定要想讀這間 那我也沒有特別在面試那時候 覺得自己一定要入到這間 都是抱著一個去試一下的心態 還有想看看外面的學生和世界是怎樣的 你介紹一下同時 你有沒有研究過哪幾間中學? 那外面的直資學校 我就面試了協恩中學和這一間 就是拔萃和協恩 是 協恩也是新的 是 但你最終都是選擇女拔 也是小動消息 我只是聽你媽媽說的 你又很厲害 女拔會給你獎學金 為什麼女拔會給你獎學金 OK 羽毛球那裡會佔的比重 有多少 獎學金 羽毛球就給了我四分億的獎學金 OK 那不用說了 你現在都應該打女拔行隊 是啊 好 面試女拔的時候 其實是怎樣的呢 那女拔的面試分了兩輪 第一輪就是主要考一些平時的基本知識 中文、英文、數學三方面會有些問題問你 是筆試嗎 是跟兩個老師去面試 即他會口頭問你一些問題 你口頭回答 OK 那數學那些是怎樣的口頭問你 數學有一部平板電腦 有不同的問題 你指著這條答案是多少 即是你讀的答案是甚麼 跟老師說 跟老師說 OK 但有沒有筆給你計算的 沒有 心算的 心算的 厲害 英文呢 英文方面要怎樣考慮 英文分了兩部份 第一個部份就是 有一篇文章 要朗讀出來 會有很多很難的字 要自己去拼出來 第二部份就是 跟四個同學 正在小組討論 是 討論的時候 討論是甚麼 他就給了一條題目 我們 我今年的題目就是 如果有同學問你借零用錢 你應不應該給他 哈哈哈哈 OK 那你面試那些四位同學 四位都很踴躍地爭著答 還是怎樣 我幸好沒有遇到一些 英文非常非常勁的 拔萃女小學的同學 也是 外面那些同學 跟我同一組去面試 我們都是 不算是 特別爭著去講 不過大家都是很和平的 每一個輪著這樣說 是 那你當初你自己 你覺得自己答了甚麼 那我應該答了 我還是不建議 就是來用錢給同學 但是可以 就是說 跟他講 你要 節省哪些地方 那就不要亂浪費錢 去教我們的朋友 好了 輪到第二輪了 第二輪是怎樣的 第二輪就是跟校長進行面試 大概就會用英文和普通話 問一些不同方面的問題 嗯 校長問了甚麼 他問了一些時事方面的問題 也都問了一些生活方面的問題 是 時事是關於一些 那時候我記得我那條問題就是 如果有家長 過分寵愛他的子女 那你覺得這個對你有甚麼影響呢 OK 其他呢 其他呢 其他他就拿普通話問了 你有沒有試過跟朋友去爭吵 那你怎樣處理呢 其實都是比較考慮一些 時事和倫理的東西 就是會多過去考慮一些 怎樣說呢 我覺得是死讀書 死背那種人 就是可能要考慮 有沒有留意國家大使 身邊的朋友 那樣 OK 歉恩呢 歉恩你的印象是怎樣的 如果你面試當時還記得 我記得都是分了兩輪 第一輪都是普通精神 那些小早討論或者看著幾幅圖 說一些東西 是 那有沒有第二輪 也有第二輪 那就是應該是見兩位老師 是 那都是進行一些普通的 是分別有粵語 粵語普通話和英文方面的面試 OK 那你入了女拔 就讀了一年了 那跟你當初還沒進去之前 有沒有期望 有沒有落差 那我還沒進去之前 我都明白到 女拔是讀書很辛苦的一間學校 那一定要自己努力才會做到最好 那這個是我進去之後 都跟進去之前是一樣的 是 你介紹一下 其實你現在在女拔讀書 你每天放學之後 還要浪費多少時間的溫習 是 那我覺得是 平時溫習會好過在考試之前溫習 那平時累積會比較好 那我大概 每天都會用 如果是平時 那一天教的東西 大概一至兩個小時 那如果是 那星期有考試 那就會用更加多的時間 那我會用更加多的時間 但是你還是仍然保持著打羽毛球 是 校隊呢 校隊每個星期訓練幾天 校隊平時每個星期就訓練 兩天 就割兩個小時 是 但是我知道你還打青年關 是 青年關應該有兩天 是 是 那這個星期又沒有四天去打球 OK 但是又要抽點時間去溫習 非常之勤力 這個小朋友 OK 我又聽你的媽媽說 這個小到小成 說你將來是打算做醫生 是 為什麼打算做醫生呢 首先 醫生都可以幫到很多有需要的人 我都留意到現在 我之前在急診室看醫生 我都明白到香港的醫生是非常人手短缺 我都希望可以改善這個問題 就令到各位普羅大眾都可以有更好的治療 哇 非常好啊 這個 致遠 Joyce 你現在入了女拔 你覺得你父母在你的成長路上 反映了一個什麼角色 那我覺得我父母一直都是陪伴著我做每一件事 那無論我做了什麼決定 他都會支持我和給最好的內心給我 OK 你覺得你父母呢 我們有幾個Terms 其實就是 一種叫直升機父母 一種叫潛水艇父母 一種叫放任父母 即是被你自入發揮的 你覺得你父母是哪一種 需要我解釋給你聽什麼叫直升機父母 我明白 你明白嗎 我覺得我父母都是放手給我做每一件我想做的事情 他們都不會特別管著我 說你不可以 你一定要學這個課 你一定要怎樣怎樣 他都不會這樣做 那就是根據我自己的興趣去選擇 對 即是他由頭到尊重他 對 非常好 我覺得這種父母 對 即是 怎樣 不會強行去 即是他逼小朋友做一些 或者他不願意做的事 或者我認識很多父母 可能就是 你進這間學校 這間學校就喜歡你吹那隻什麼樂器 這樣就教他要抓兒子去學 去跟他學那種樂器 其實兒子可能喜歡打鼓 Joyce 最後一條問題 我知道有很多學生 即是開始小五小六 就開始很迷惘 即是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將那條路怎麼走 你有什麼說話 或者有什麼經驗 我可以分享給大家 鼓勵一下他們 我覺得最重要是 即是要尊重自己的意願 那你自己在內心裡面 你想做什麼 那你就可以放膽去做 而且一定要善用時間 不要浪費了寶貴的光音 一定要善用時間做好 沒有每一件事 嗯 提外話 我發覺現在很多小朋友 喜歡經常拿著手機去嘟嘟一下 你有什麼意見對這件事 平時我都會用手機去上各種社交媒體 我都不反對學生去用這些東西 不過一定要有自律和管好自己 一定要有一個特定的時間 可能你說我溫馳了一個小時 那我用十分鐘 我覺得這些是合理的 嗯 即是懂得有自制能力 最好 OK Joyce 一條很殘酷的問題 你覺得呂拔為何要收你 呃 我覺得呂拔他收身 都不會只注重你學習 一定是全港第一 或者你哪方面是很厲害很厲害 他都會注重你的全人發展 各方面的發展 他都會看回 那我覺得我就可能是 平衡到運動和讀書和其他方面的發展 所以收到 嗯 那你覺得你面試的時候呢 其實是 面試的時候你的表現會不會有幫助 其實是 我覺得面試都是 他都會挺體重你面試那時候的表演 那可能就是一些平時的談吐 或者是怎樣對待人 我覺得他會看 嗯 即是可能你面試那時候 就不是他答一些公式法的答案 即是有些可能是比較有見地 比較有自己的看法 自己思想的答案 所以他們就被你入作文法 嗯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方面 OK 好了 我們今天訪問到此為止 非常之感謝Joyce 就跟我們分享了自己的個人經驗 OK 希望下次我們再有機會訪問你 這位就是Joyce的媽媽 譚太太 譚太太 我知道你曾經跟我說過 說有某一件事就整整改變了Joyce的這個 可以怎樣說 誇春一點說可以人生觀 是 究竟可以分享一下什麼事呢 嗯 嗯 那我記得是他小學 四年班或者五年班 那他有機會去了中大上課 那就是 上課那時候一定是其他不同的學校 那小學校他就比較文靜 嗯 那他就 回來就跟我分享 他其實是很多時候就 不懂得去主動去爭取一些東西 那他就跟我講過一次 可能他平時可能看到一些字 黑板的字 看得不是很清楚 那他就果試了 他自己都是 剛剛那個老師請的都不是很清楚 那他就自己 都是不敢說 但是後邊的同學就非常主動 就跟老師說 老師可以轉字符 我看得不是很清楚 他說媽媽 我先知道 原來是可以說的 原來其實我可以自己更加做主動一點 哦 這個可能是傳統學校給出來的氣氛 可能小朋友扶養了他們 就是這樣 其實我最近看了一篇報道 就說 可能香港的傳統學校 小朋友上課舉手 只要問三件事 第一樣就是 老師我想去洗手間 第二樣就是 我記得想想 就是 答問題 老師問你問題 那時候你照樣答 第三樣就是 去舉報其他同學仔 我記得 就是誰誰 陳小明 很頑皮 就舉了三樣東西 但其實如果在外國 比較自由的那些 就了第四樣 其實就是 我舉手 我反論老師一些問題 是 那相信初一三人 那次對他很大的衝擊 原來這個世界 小朋友不單止 只是 只是頭三人 可以舉手第四 其實都可以舉手 其實都可以舉手 我們又說回女拔 其實當初你為何會選擇女拔 只要這個能力去嘗試一下 出現的學校 是 那我都想著 讓他牽涉一下 或者都不成功都不要緊 就是讓他知道外邊的學校是怎樣 可能對他以後的何宅 都是一個 何學一個 出境 當然 我被他 於是 令他很快便去面試 其實都很快便去面試 我都已經沒時間 給他參觀這些學校 但就幫他填了表 打算讓他嘗試一下 就是 那女拔會馬上叫你去面試 其實是同一河嬌表 我記得那時候沿了表 已經排得很好 可能一兩天就差不多,其實這個都是一個緣份 可能一兩天就停止交表,我都在最後的時間段 即是老師鼓勵現在? 是,我打算讓他去見識一下 校長有沒有幫你寫推薦信? 其實可以寫,不過我那時就覺得OK的 不想麻煩到校長,我不能夠 即是完全可以自己搞定了 心態其實是沒有什麼1.2的心態,就給他見識 我覺得是當時我自己就是這樣一個心態 是,厲害,厲害,厲害,真的是靠自己想考進去? 這個可能都是他自己想,因為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平常心,是緣份 是,厲害,因為其實我認識很多家長,他想留些名校 不斷地推薦信,又要找些什麼名人,校長 接著又要答一下,認識誰,認識誰,認識誰 這樣,厲害,完全不用,完全靠自己的實力表現入了禮拜 是,Joyce媽媽,剛才我跟Joyce聊完,她讀完禮拜一年,她覺得很開心 但據我所知,有很多家長,特別入了這些超級名校之後 家長的壓力都會比較大,其實你們有沒有壓力? 有,因為我很擔心她的成績,她小的成績都比較OK 但你有明白她去做國家部學之後,可能你埋後第一、第二 可能會不會小朋友,不知道會不會很失望嗎? 會不會很失去了信心嗎? 這個就是我非常擔心的一件事 那,回到那間中學之後,我記得她頭三個月 完全聽不明白老師說什麼 就算是全英文的教學 或者學長上,早年的時候她都聽不明白學長說什麼 但幸好她用了半年的時間,我們一起想辦法 跟她怎樣去解釋她的英文 幸好她用了半年的時間,她都追到 現在都可以,基本都可以聽不明白 上頭,或者就會知道老師或學長說什麼 跟著她那時候追到日日之後 一定是那個可能五中等或者怎樣 但是她慢慢不斷努力,現在我都覺得她都做了很多 就是她用她自己的方法很快,合復了困難 是的 所以我覺得小朋友其實是潛能過客人的 是的 Joyce媽媽,我知道Joyce 讀書又厲害,運動又厲害,乖女 又不用你操心 其實當初你怎樣去給她這個環境 你們會不會像其他家長小時候 買到幾萬元的教材回來 聽著聽,又或者要幫她安排 什麼興趣班之類的事情 你們會不會這樣做呢? 沒有 沒有 我是完全放手給她自己去選擇 小時候開始都是這樣 譬如說她喜歡鋼琴、畫畫、打螢幕球 這些興趣都是她自己去選擇 那媽媽我可以做的就是多些鼓勵她 多些陪伴她 其實只要小朋友喜歡那件事 只要她不是壞事 那你一定會支持她去做的 我覺得其他家長可以參考一下 有時很多事情就是 你尊重小朋友的意見 他喜歡做什麼的 你全力鼓勵一下他 不需要刻意去扭曲小朋友 Joyce媽媽 其實你有沒有從小時候 幫忙再去鋪一條升學的路 我幼稚要跟什麼學校 小學要怎樣 中學要怎樣 大學要怎樣 其實沒有 沒有的 沒有的 我幼稚或者小學 其實都很有趣 選擇學校的標準 就是國家學校一定要愛心 全部都是基督教學校 它都是一個非常有愛 在這個環境下成長 是 是 完全沒有想過要怎樣怎樣怎樣 好像外面的家長一樣 我要先進去九龍堂的幼稚園 然後去九龍城 九龍堂的榮校 然後就要入廣大 或者將來出外國升學 這樣 沒有想到那麼長 我就是會看這一兩年 我希望你做到什麼 或者怎樣會幫助你成長 是 我是這樣一個 出發點 其實真的四個字 做好當下的事 對 這個值得其他家長參考一下 可能有時都不需要給太大壓力 給小朋友 或者給太大壓力自己 只要做好當下 有些事會自然達成的 是 Joyce媽媽 其實你有沒有好像小時候 幫Joyce去鋪一條升學的路 即是 我幼稚園怎樣學 小學要怎樣 然後中學怎樣 大學怎樣 其實沒有 沒有的 沒有的 我那次幼稚園或小學 其實都很有趣地選擇學學的標準 就是 現在學學一定要學學生 全部都是基督教學學 他都是一個非常有愛 在一個環境下成長 是 是 完全沒有想過 要怎樣怎樣怎樣 好像外面的家長一樣 要先進去九龍堂的幼稚園 跟著 跟著去回九龍城 九龍堂的名校 跟著 要入廣大 或者將來出外國升學 沒有想到那麼長遠 我就是會看這兩年 我希望你做到什麼 或者怎樣去幫助你成長 是 我是這樣一個 做到什麼 OK 其實真的四個字 要先做好當下的事 對 是 OK 這個值得其他家長參考一下 可能有時都不需要給太大壓力 給小朋友 或者給太大壓力自己 只要你做好當下 有些事就是 會自然達成的 對 所以